花蓮县在3号新增了一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 案20745 他是一名20多岁在阿拉伯工作的年轻男子 农历年前返乡过年 在居家隔离期满后裁剪为阴性 而近期又因为要出国自费PCR裁剪 结果出现了阳性反应 CT值达到35.9 而花蓮县府3号下午也对外公布足迹 包含知名小笼包、民宿以及美轮田径厂等其处 案20745 是一名20多岁的年轻男性 农历年前和两名友人从阿拉伯回台返乡过年 在入境时两名友人PCR就分别被验出阳性确诊 但案20745在入境及居家隔离期间 三度裁剪都为阴性 而近期因为又要出国自费PCR裁剪 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CT值35.9 因为有接触事因此也被列为禁为一路 花蓮县卫生局在3号下午也召开记者会公布确诊足迹 包含了秘密旅行民宿、美轮田径厂周遭 江耳诊所、杨德森料理店及华商周家小笼包、老八味干拌面、中油、重德银站等其处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如果和案20745有层出路相关场所的民众 务必从重叠日开始计算 只我监测14天 如果有上呼吸道症状、腹泻、嗅味觉异常等相关症状 因佩戴口罩避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、禁速就医 记者徐立琴、华丁士报导